欢迎来到我们的社会社媒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既有趣又令人深思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让我们聊聊那位使用纸本地图的阿姨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看到有人还在使用传统的纸质地图 真是既怀旧又有点酷 这让不少网友开始怀念起 过去没有智能手机和电子地图的日子 当然也有人调侃说纸本地图没有罗盘 无法校准 真是既使用又有趣的对比呀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转向一些比较沉重的新闻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归陪生在租住的房内烧炭自杀 这件事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讨论 家属和网友们都在试图理解 这位年轻人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 在这个快节奏和高压的社会中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关注彼此的心理健康 最后让我们以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结束今天的节目 想象一下您要及找超商界厕所 结果误闯进了A片的拍摄现场 这位日本网友的经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而且还引发了数百万网友的共鸣 看来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尴尬呀 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社媒节目概述 如果你对这些故事感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细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Google Paper 阿姨骑车用超酷地图留言区 先怀就疯 自由使报 科技的进步使得我们生活更加便利 特别是在导航方面 许多人都依赖电子地图来导航 但最近有一位网友在骑机车等红灯时 发现隔壁阿姨在看的地图是一张纸本地图 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发文称赞这位阿姨的地图好像比较酷 并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回应 许多网友对这位阿姨使用纸本地图表示了怀念 他们认为纸本地图不需要充电 可以离线使用 还可以回收利用 不会出现电子地图的错误导航问题 有人开玩笑说 纸本地图没有罗盘 无法进行校准 这个帖子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留言区充斥着对过去的怀念 有人说自己以前送货时 用纸本地图找到了许多地方 以前没有电子地图时 我们只能依靠记忆和空间感来找路 有人还回忆起 以前出门时要记住路名 知道要走哪个出口 然后在什么地方转弯 有人还说 以前出门找路时 自己还用衣架折成地图架 这个帖子反映了科技进步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同时也让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日子 电子地图的出现 使得导航更加方便 但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回忆和体验 纸本地图虽然不再流行 但它们依然有着自己的魅力和价值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一规陪生出租屋内烧炭自杀 社交媒体 2024年2月2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 结合医院规陪生小吉 化名在租住房内烧炭自杀 据小吉的母亲称 事发前一天下午 小吉因为卖班 被医院教学处喊去谈话 小吉的死让家属感到困惑 因为他之前一直过得很好 对未来也有明确的规划 事后警方告知 家属孩子的消费行为很正常 与同学和女朋友的聊天也没有异常 家属质疑 孩子是否因为谈话涉及到退陪 而选择自杀 家属还表示 近期发生的归陪生自杀事件 以及匿名网民的留言 让他们将孩子的死与医院联系起来 记者尝试联系医院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但遭到拒绝 记者还联系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宣传部 但至今未收到回复 他尿急找超商界厕所 进物闯A片现场 数百万老司机 健壮嗨报 社交媒体 最近 一位日本网友分享了 他在外面突然尿急的经历 差点走进了一个A片拍摄现场 该网友走进了一个 类似于日本连锁超商 罗森的店铺 发现里面的气氛有些奇怪 后来才意识到 这实际上是一个出租 给片商拍摄A片的摄影棚 该网友赶紧离开 并在网上分享了这个荒谬的经历 引起了数百万网友的共鸣和笑声 有一些网友指出 这个摄影棚是A片制作商经常使用的地方 许多A片中的超商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这个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甚至有一些人特别介绍了这个摄影棚的名字和位置 总的来说 这个故事让人们发笑 并且展示了人们在外面遇到尴尬情况的普遍经历 科技看到毕胜客曹仔归秒露贤气脸 往笑狗不理披萨 自由使报 台湾毕胜客最新推出的曹仔归比萨 引起网友热议 一名科技犬的四主分享了他给狗狗看比萨的视频 狗狗看到比萨后表情极度嫌弃 引发网友们的笑声 四主表示 他觉得狗狗好像在骂脏话 但没有证据 网友们纷纷调侃狗狗是不是不喜欢比萨的香菜味道 或者是因为狗狗是意大利狗才嫌弃比萨 该视频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共鸣和笑声 他失手之初记忆洋芋片吸引1300万人朝圣 自由使报 日本一名网友在自制洋芋片时 将马铃薯片加在一本网购行录书里 结果书籍的图文被转印到马铃薯上 最终砸出七彩缤纷的洋芋片 这个故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兴趣和好奇 纷纷留言表示惊讶和调侃 该网友也呼吁其他人使用厨房纸巾来瀝干食材的水分 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这个故事也让人们想起了日本动画《哆啦A梦》中的记忆吐司 让人忍不住猜想 如果用实用色素转印的话 这样的洋芋片是否能卖得很好 8岁女童泳池玩水兔消失 竟是遭排水管吸入溺壁 社交媒体 近日 德州一名8岁女童在饭店度假时失踪 最后被发现她竟沉湿在泳池内的排水管道中 女童的家人找来专业寻人公司协助搜寻 最终在排水管道中发现了她的尸体 据推测 女童可能是被泳池排水管道故障导致被吸入 溺壁身亡 调查仍在进行中 饭店方面拒绝置评 这起事件对女童的家人来说是个痛苦且漫长的复原过程 吹牛老爹涉性贩运 豪宅遭突袭搜查 本人下落不明 社交媒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开始对饶舌歌手吹牛老爹进行调查 并搜索了她在洛杉矶和迈阿密的房产 吹牛老爹的前女友在去年11月向联邦法院提告 指控她从事性贩运 吹牛老爹一直坚称自己清白 但调查仍在进行中 联邦当局在洛杉矶和迈阿密的房产进行了搜查 期间吹牛老爹的下落成谜 国土安全调查处拥有广泛的管辖权 可以调查各种非法活动 包括性贩运 抱怨学校功课太多 暴怒霸一小时狂打19通电话被捕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报道了美国俄亥俄州一位父亲因为抱怨儿子功课太多而被捕的事件 这位37岁的男子多次打电话给学校抱怨 并骚扰校长 导致校长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报案 最后 警方根据电子通信骚扰罪和恐吓罪将他逮捕 这位父亲便称 他是一名单亲父亲 所以格外重视与儿女的相处事件 这个案件预计将于28日开庭审理 短命的市场 开张仅仅5天 商户们收到了拆除通知 社交媒体 河南南洋市的如林临时农贸市场 在开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突然面临拆除 创办者王华东表示自己不明白 为什么市场刚建成就要拆除 因为在建设过程中 他多次接到相关部门的催促 要求加快工程进度 市场的商户也表示不理解 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却面临着被迫关闭的命运 市场的建设是否违法 以及拆除的原因 目前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根据王华东提供的文件 南洋市城管委办公室 在今年1月22日 批复了如林临时农贸市场的建设申请 市场的建设期间 相关部门多次视察 并要求加快工程进度 然而 市场在正式开张后的第5天 却收到了拆除通知 市场的商户们表示 自己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不能接受市场被迫关闭的命运 对于市场的拆除原因 有人表示可能是由于修路需要 然而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市场的创办者王华东表示自己 曾多次询问相关部门是否需要办理手续 但并未得到明确的答复 律师认为 如果市场的拆除是由于政府的规划需要 那么应该先进行征收和补偿的程序 目前 王华东正在寻求法律援助 并准备提起行政诉讼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换车换手机换设备 已就换新撬动市场 钱从哪来 社交媒体 2024年3月13日 中国国务院印发了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就换新行动方案 这是我国再次推出大规模 已就换新政策 与2009年的已就换新政策相比 本轮政策定位更高 覆盖范围更广 对低碳化智能化要求更高 更注重循环利用体系的提升 政府 企业和金融机构 需要共同发力 通过财政支持 企业让利和金融扶持等手段 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就换新 此次政策 不仅针对传统消费品 如汽车 家电 还新增了家装领域消费品 同时要求推动设备更新 针对设备更新 涉及的多个领域 重点关注三大产业 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短板 痛点读点 以及群众关切点 例如 在电机领域进行节能改造 提高电机的效率 可以带来显著的节能节电效益 另外 市政设施的安全改造和数字化更新 也是重点 如推动老化燃气管道 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 打通城市中的安全隐患 教育 医疗领域 也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通过更新改造医疗设备 补齐硬件短板 缓解旧医难问题 此次政策 重点关注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 需要解决退役设备和产品的处理问题 建立规范的回收体系 通过鼓励生产者利用自身渠道 促进设备回收 设置科学合理的城乡回收网点 以及推动回收利用 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可以实现废旧资源的在制造 和高水平的循环利用 在手机回收方面 还需要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确保手机内的敏感信息完整去除后 进入下一个利用环节 只有中央政策 地方和企业各方协同发力 才能建立规范的循环利用体系 让更多消费者愿意参与 以及换新行动 副产科迎来关停潮 20多年产科主任掉下眼泪 社交媒体 产科关停潮 正在中国产科领域中愈演愈烈 自从二胎政策实行以来 中国的分别量锐减了近1000万 产科科士和医生 也面临着被挤压出逃的困境 很多产科医生 面临着工作压力大 待遇低 难以招聘年轻医生等问题 导致产科医生的流动性增加 新医生接触到的临床案例 也大幅减少 此外 产科的收费标准也是一个问题 医院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 来维持产科的运营 因此 中国的产科 面临着一个系统性的困境 需要政府和医院 采取措施来挽救 当街啃食人腿 加州火车撞死人 南京耸挥舞断肢 社交媒体 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 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行人在穿越铁轨时 被火车撞死 而一名男子目击了这一幕 并且被拍到疑似当街 啃食了死者的断肢 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后 引发了恐慌 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目前 他面临从目的以外地点 移动人类遗骸 持有管制药物 以及违反缓行规定 等多项指控 整个案件仍在调查中 美马里兰州大桥坍塌 被船撞垮断四截 多辆汽车落水 社交媒体 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的 Francis Scott P. 桥 发生重大事故 当地时间26日凌晨 1时30分左右 一艘船只撞上桥梁 并起火沉没 导致桥梁塌 桥上当时有多辆汽车落水 具体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当局已经关闭了该桥 并展开搜救行动 Francis Scott P. 桥 是横跨帕塔普斯科河的一座大桥 是巴尔迪摩都会区最大的桥梁之一 度假邮轮突然爆炸 二工作人员困舱内被活活逐死 社交媒体 河美航运邮在巴哈马群岛 发生爆炸事故 导致两名工作人员死亡 邮轮在停靠时 舱内机械突然爆炸 导致大量蒸汽外泄 工作人员关闭水密门和通风设备 但有两人被困在舱内无法逃生 最终因缺氧和高温而死亡 乘客们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悲伤 船长也在广播中宣布 不幸消息时流泪 律师指控 邮轮公司没有为工作人员 配备呼吸装置 调查仍在进行中 众人被弄湿又弄痛 他靠SM式调酒游戏 一夜赚6000 社交媒体 美国26岁女调酒师卡拉斯 艾尔纳卡拉斯 在春假期间通过提供特殊喂酒服务 赚取了大量的钱 她提供了一种SM式的游戏 客人可以付费后 自愿被她扇巴掌 她的服务包括 穿着比基尼服装跳舞 用嘴含着试管 将调酒喂给客人 然后用力泼水在客人脸上 最后给客人一巴掌 这项服务一次要价大约30美元 一晚上可以卖出150到200杯 含特殊服务的调酒 卡拉斯强调 所有客人都是自愿接受此服务 并且他懂得控制力道 保证客人的安全 他在去年春假 通过这项服务赚了27万美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